有名字我過的 有少少 拿本書上手 很艱辛才看完最後一頁 轉過頭就忘記內容 讀完好像沒有讀 沒有帶到東西落袋之餘 會不會還好像不想再繼續去看書 Hello 大家好 我是Kristen 今天的影片就想分享一下我最近用的讀書方法 看書就是看書 有什麼方法? 沒錯 看書對於很多人來說是放鬆 是娛樂來的 的確不需要用什麼方法論去讀去看 但如果你都心思思想看完一本書之後 可以記得多一點它的內容 將本書的知識 內化轉變為核心力量 支撐自己前進 變得更加好 那就希望這條片會有少少用 我今天就會用 相信是很多人都有移民過的原子習慣來做例子 那就開始吧 在真正開始深入看一本書之前 我會首先快速地看一次它的封面、封底、目錄和前列 然後寫下一至三個 我想問這本書的問題 是把紙上寫下幾條問題 之後一邊看 一邊都會記掛著那些問題 當有意識地帶著問題 有目的地去看一本書 看回來的東西就會記得多一點 都想在這裡跟大家介紹 一個跟ChatGPT類似的工具 如果在看一本書之前 沒想到有什麼問題可以問 都可以善用一下這個AI的軟件 它叫做POE 它是ChatGPT同一間公司出的AI工具 裡面有免費和收費的AI Checkbox 但它不需要註冊外國的VPN 不過它的缺點就是它的Database 只有2021年前的資料 我這次試試問它應該帶著什麼問題 去讀原子習慣這本書 它都給我一些蠻 insightful的意見 有時候看書就是為了想改進自己 最可以記得書裡面內容的做法之一 莫過於學而自用 試一下把看回來的理論 融入到自己的生活 化作一個個行動 自己都做出來了 自然就會記得多些書的內容 好像我看完原子習慣一樣 知道想算壞習慣 就要創造一個不方便我去做壞習慣的環境 我之前想介的習慣就是用太多時間去打太多機 於是我就刪除了手機裡面的遊戲APP 就在平板上安裝一些真正想玩的 但我平時就比較少用平板 有時候打開也是為了學習或者工作 那打機的頻率呢 自此之後真的減少了很多 如果你好像我這樣 是需要輸出的創作者 又或者是想更進一步去應用本書的重點內容的話 就可以試一下一張紙筆記法 以及大名鼎鼎的卡片筆記法 首先講了一張紙筆記法 就是將剛才講過的想問本書的三條問題 分別寫在一張紙上 一條問題就是一張紙 一邊看書的時候 就一邊寫下有關那條問題的筆記答案 一般來說我一條問題就會寫十至二十句 寫完就可以思考一下不同重點之間的關聯 最後就在整合做三至五點去總結這個問題的答案 記住記住 一定要用自己的文字去書寫 這樣才會記得更多 做完這一步一張紙筆記法之後 就可以用卡片筆記法 卡片筆記法其實是一位德國的社會學家發明的 具體的做法就是把剛才寫完一條問題的紙 用類似這樣的格式寫在一張卡片裡 再結合自己日常生活想到的例子 在這裡想推介大家一個叫做 FLOMO的軟件 你每輸入的一條條筆記都會成為一張獨立的卡片 而這一張卡片更加可以加一些hashtag 例如今次我這個原子習慣的筆記 這條問題的主題其實是有關於自我管理的 所以我就加了一個hashtag 自我管理和習慣 如果下次我看其他東西的時候 再有類近的主題 我再寫了一個新的筆記卡片的時候 再加上同一個tag 將來找起來就會很容易 我要想拍片的主題 寫文的時候 都可以很方便很快地找到同一個主題裡面的不同的資料 我也知道我介紹這個筆記法 介紹得不太好 所以我就將詳盡介紹這個筆記法的網頁 放到下面的資訊欄那裡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看 最後一個方法 就是將看完的東西 用輸出的方法去分享出來 由分享那一刻開始 知識已經慢慢轉化 做自己的內在力量 因為多數是自己認同 覺得有得著的時候 才會想去跟別人分享 你可以不用跟我一樣 要寫文或者是做片來做輸出的 很單純地跟朋友分享一下 討論一下 甚至只寫給自己看的日記 都是輸出的一種 當我們選擇說一件事 或者分享一件事出來的時候 那樣學到的東西 就已經永遠都成為了自己的一部分 Hello 大家好 我剛剛用了我今次在這條影片分享的筆記方法 看完這本書 要做最強習慣養成 這就是我剛才寫的筆記方法 很久之前其實也看過原子習慣這本書 剛剛因為拍這條影片又重溫了一次 其實我也很想看看 究竟這本書跟原子習慣有什麼不同 是不是有些新觀點可以參考呢 這本書最強習慣養成 它作者是一個日本人 你可以想像到 它有某些觀點 可能會受到文化方面的影響 就會跟原子習慣不同 首先講一下這本書的新觀點 我喜歡這本書裡面 其中一個說法就是 習慣其實是遵守自己和自己的一個約定 很多時候我們想培養一些習慣 其實那些習慣都是我們自己做的一些決定 是自己對自己 make a promise 如果可以辭之以恆地做下去 就表示你是遵守了對自己的一個約定 一個承諾 如果是這樣想的時候 有時候就會不想去打破這個約定 另外這本書 它跟原子習慣另一個也挺不同的觀點 就是它作者也挺強調這個做習慣的目的性 因為原子習慣 可能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或者聽過一些原子習慣的觀點 原子習慣的作者 就是著重這個習慣的一個system 做習慣的過程 進步的過程 多於你為了什麼事 去做這個習慣的目的 但是這本書 它就很強調這個目的性 究竟你為了什麼 而想去培養這個習慣 這本書也強調這個做習慣 為了哪一個人去做 原子習慣比較著重一個自我的身份認同 就是為了自己想成為一個怎樣的人去做一個怎樣的習慣 但是這本書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日本文化不同 它就強調是你做的習慣 如果那個習慣你想做是為了其他人的 而多於為了自己的 那你做的習慣就會更加堅持到 這本書其實我看著和看完之後 都覺得有一個很主要的問題 就是這個作者十分強調這個正向正能量 有一點點感覺是過分強調這件事 就是例如它整本書都很著重說 就是你想培養這個好習慣 那你就要洗自己的腦 和自己說做得到的 我做得到的 我可以改變的 我可以過上我理想的人生 理想的生活的 作者就說到說人的大腦是非常容易受騙 只要我們跟大腦說話的時候 多一些正面的說話 正向的思考 那自然大腦就會幫到我們去持續 建立一個好習慣 那這一點就令我覺得有一點點 嗯... 不是說正能量不好 那很多時候可能在我的影片 也有時候會講一些正向的想法 但是呢 就是過分強調或者太過推崇 我又覺得 嗯... 作為人不可能 真的一天二十四個小時都是這麼正向的 好像原子習慣一樣 我看完原子習慣也覺得它是很勵志 但是呢 它不會很過分地鼓吹或者主張太過正向的思考 就這樣的正能量 以及 毒性正能量 其實就真的相差很少的 之間 我不是說這本書是 宣揚一些毒性的正能量 但是 整本書就是重複講 洗腦 就是用正向的思維 正向的思考 說話去洗自己腦 這樣就可以了 就可以養成好習慣了 這樣 我是有保留的 對於這一點 以至於呢 我覺得這本書 它很多時候講的 培養好習慣的方法 都比較片面 例如它中間 又講到可能 我們 它持續的習慣的時候 會有很多藉口給自己 去拖延或者不做 它的解決方法呢 就是拿出一張紙 在紙上面 就列出一系列的 你給藉口自己的清單 寫出來 貼在冰箱上 然後呢 你每一次有那個藉口 就擦了一項 當那個藉口 清單越來越少的時候 這樣就不行了 你還是真的要去做那個習慣 這樣 說話就 大家都懂了 好像很容易 這樣 但是有時候 可能能量很低的時候 你就算寫了一張這樣的紙 你上面 擦也好 不擦也好 你總是會 有方法去不做那件事的 不是說擦了 你的心情就會好 你的能量就會高 壓力 你就去跑步了 去整理你家裡 始終都是覺得 原始習慣呢 這本真的是 如果你是真的想要養成習慣 成功地養成習慣 然後改變你的生活的話 這本是 我覺得是 真的必須要閱讀的 一本書 至於這本 可以看看情況 看看你會不會對 可能日本人寫的書 或者他裡面所說的一些例子 會有興趣 那就一個輔助的作用 我覺得是 但始終也是 會比較推薦這一本多些 所以他出版了幾年 都一直佔據著這個唱蕭書榜 真的笨 不是浪得虛名的 好啦 今天影片分享我的讀書的方法 和做筆記的方法 就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也喜歡看 或者覺得有點用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